阿彌陀佛 近來法師 諸位會長 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有個同修有問道 這個 導之以正 旗之以行 這個是論語的 唯正篇的一章 等於是我們在治理國家 或者管理一個團體 我們是用 政策刑罰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是明免而無恥 免於刑罰 但不一定有羞恥心 那導之以德 旗之以理 由此且格 那我們是用 道德來引導他 禮儀來教化他 那他會有羞恥心 行為會端正 所以這個不同的 管理的方法 得的結果 不一樣 他是有問到 如何平衡法治 和德治 法治 法治啊 看起來效果很快 但是呢 他可能是行為當中轉變的 他的心還沒有轉變 因為他怕被 處罰 比方說 扔一個垃圾 要罰很多錢 他不敢丟了 那比方說他離開他的國度 另一個國家呢 沒有罰款了 那他會不會丟 他就有可能會丟了 他沒有羞恥心了 所以就明免而無恥了 但也不能說只有德政 只是道德禮儀在教化 完全沒有刑法 那有一些惡人啊 那沒有刑法 他可能就會啊 很肆無忌憚啊 所以這個德 跟法治啊 並行 但是真正要讓人的內心啊 有羞恥心 有慎毒的功夫 都是很自律的 那這個還是要靠 教化的力量 才能根本呢 轉化一個人的 品德行為 好 那我們 回到 君親師如何落實在護法工作中啊 那也是我們要 導之以德 其之以理 同時呢 團體當中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賞罰 賞罰本身就屬於法治的這一塊了 還是要有制度的 好 你剛好遇到 他善根還沒有起來 那你又沒有制度規範他 他會很肆無忌憚啊 好 那像 也有同修會問啊 這個傳統文化單位啊 是不是不可以辭退員工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 可不可以辭退員工 佛法講啊 不要跟人結怨啊 不要跟人結怨啊 那不跟人結怨就是 不可以辭退員工啊 這兩個有畫上等號嗎 那這個變成 那這個變成 濁在一個不跟人結怨的一個像啦 所以 我們今天辭退他 也是為他好 人沒有得到教訓啊 人沒有得到教訓啊 他可能依然顧我啊 所以重要的 老上 大家有沒有發現 老上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啊 都會引導我們回到什麼 回到根本 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的出發點一定不能離開 真心 離開五心 真誠 親近平等正覺慈悲 比方說 我們辭退這個員工 我們並沒有稱惠心 沒有跟他對立 那個言語還是很真誠 很替他設想 因為他假如不改正啊 他都在造業 尤其我們是 紅髮的單位啊 他在這裡 放縱習氣啊 那造的罪業更重 所以 人都是要在人生過程呢 記取教訓 要有人提醒他 這個時候 你 給他機會改正 他還是沒有改啊 那你當然要依制度行事 但是態度是什麼呢 你只要能夠改正 你符合這個標準 我們這個門啊 永遠是開的 那指證他的前提喔 辭退他之前呢 要指證 讓他有改過的機會 而他不改了 這個時候可以處罰 論語也說了 不教而殺 你沒有教他 你沒有指導他 你就處罰他 為之虐 你變成虐待他了 大家看得出來 我有一點爛好人嗎 從小啊 這個詞呢 我媽媽常用 很多人都叫我爛好人 那請問大家 一個修行人啊 假如個性是爛好人呢 會不會有考題來 考驗這一點 你們好像都沒什麼考題耶 我一講到考題 你們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怎麼感覺 我隨時在考試 而且每一個階段 考的試不一樣 有時候你 比方說你這個階段 考這一題啊 三年之後再考這一題 可是難度加深 好 大家知不知道 自己最近考什麼 假如不知道啊 叫面對境界不清楚 這個陳德啊 最近就是考 了凡視訊說 若除隆踏而觸念皆通 隆踏就是 你現在要處理的事 非常的多 可是你的心不能煩 因為你事情一多啊 你一著相 哎呀怎麼都來找我 煩死了 你一著相 你心就動 不取餘相 事情很多啊 你不要 就著那個相 哎呀好多啊 然後 如如不動 心就 安定的 一件一件來處理 昨天 長老說的 輕重緩急 把它弄清楚就好 好 而且當你事情多的時候 我們說菩薩是德啊 第一個叫隨緣妙用 無方得 無方 這個沒有一定的地方 也沒有一定的方法 他是活的 好那我請教大家 你突然事情很多 是好事還是壞事 哈囉 欸 佛法是什麼 事事是好事 我們老而上是學華言的 老而上有一個莫保 大家應該有印象 叫日日是好日 時時是好時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橫批是什麼 橫批是 鬧可靈 怎麼可能 你在聽法的時候 真的嗎 有可能嗎 你就障礙住了 你聽到這四句話 馬上去做 或者我馬上要過這樣的日子 什麼時候啊 都要積極樂觀 一個領導人 要不要有開朗的性格 你領導人 像悶葫蘆行不行 對啊 所以領導人要有 整個帶動士氣的特質啊 說吧 通胞們起來 通胞們起來 這個台灣的歌你們也知道 這個已經算是 抗日愛國歌曲了 這一類的啦 我去見神老的時候啊 跟著他唱抗日愛國歌曲耶 他親自談風情呢 帶走我們唱啊 你看那一代人 都是為國家民族考慮啊 我在發一篇文章啊 供養大家 2020年1月 那一年過年比較早 一月份就過年了 老後上在哪裡過年 在馬來西亞過年 當時是住在馬來西亞經社 老後上已經 94歲了 到馬來西亞來過年了 這個大修行人的時間啊 是寶貴的喔 為什麼他老人家還要飛那麼遠 到馬來西亞來過年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同修要去思維的 老後上對馬來西亞的弟子們呢 寄以厚望 而且那一次啊 好像在馬來西亞這一條路的園呢 就慢慢開始在動了 老後上有說 如果這個 舊一時的 是補習班 道德講堂 從根本舊起啊 那要辦一條龍 要從小教啦 我們這半路 出來弘揚文化的 這是不得已啊 因為從小沒有學啦 但是 柴社名利官啊 太難了 所以老後上說 跟我十幾年 二十幾年 在柴社名利面前過不了官 這個不能怪他們呢 他不是從小學的 這個話 我們也看到老後上的寬恕啊 一個學生 花了多少心血 大概二十年三十年了 出情況了 老人家沒有絲毫責備 都是在經歷的事當中啊 得到很深的感悟 然後 很有使命的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人才 一定要從小 從胎教培養起 所以我們 馬來西亞 進中學會的一個系統 都是從很小的孩子 開始教啊 這個機緣非常難得 好 那剛剛跟大家提到 我最近 考試就是事情多 但是自己不能煩 我還有一段時間考試啊 是要去參 體悟啊 慈眉善目 跟怒目金剛平等 你們有沒有看過我 很兇的樣子 以後你們到彌陀村來找我 可能會看到我 哇 沒人敢來了 但是我們 真正嚴肅的時候啊 心不是動情緒的 是真正為他在設想 好 好 所以 佛門說慈悲多禍害啊 你不能 因為慈悲啊 造成他越來越放肆 那不行的 好 而且啊 在我們 這種團體啊 他在金錢上 或者他在人事上 不妥當啊 可能造的都是地獄夜暴 所以 該處理處理啊 這個也是慈悲 好 但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要 關照自己 有沒有動情緒 有沒有跟對方對立 好 那沒有的話 他當下不歡喜啊 我們也不掛愛 好 你一心為他著想 他不能理解啊 我們剛好修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均指乎啊 所有當過爸爸媽媽的人 請問你的孩子 完全理解你 所做的事嗎 孩子不理解你的時候 內心怎麼樣 敢不鬱嘴 鬱嘴就 起心動念了 所以這個就是練喔 所以 成家有孩子的喔 你的道場 你在哪裡啊 那個考題最難的 可能就是你面對你 子女的境界喔 你要沒有控制喔 沒有戰友喔 包含你當領導啦 跟著你十年二十年 最親近的人啊 你對他也不能有控制喔 也不能有戰友喔 不能說那是我的人 好 諸位領導 我們起這個念頭啊 對不對 我的這個念頭啊 是輪迴夜喔 我們為什麼會輪迴 因為我們有我 我所放不下 我 這個身體放不下啦 我的感受放不下啦 這個都是我職喔 延伸開來 我的家人 我的孩子 我的學生 我的下屬 我曾經聽過喔 比方說辦法會的時候 某一個小組的 這個組長啊 他人手比較多啊 給他吊人啊 他不給啊 不能動我的人 那他很很可惜啦 因為他在佛門裡面 一奏夜啊 增長我職啦 所以會修的人 是在一切境界 放下我跟我所 我講給大家聽喔 我還得練喔 哪邊在第一線 現在缺人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 左膀右臂 派去支援他 陳會長 這個 這一段話是講給你們聽的 你們能不能把 最優秀的人 派到第一線 最前線去 是吧 這也是我一個考題喔 你看 已經跟大家討論了好幾個考題了 是吧 事多不可以亂 然後 然後 這個 露目金剛跟慈眉善目 平等 接下來這個考題啊 人才啊 不可以產生我的念頭 哪裡最需要啊 可以 派出去 我一看到我們馬來西亞 進宗學會 人才積極 看我現在這麼苗條 所有的人看到我 瘦了不少 好 我真的就遇到考題了 英國漢學院 很缺人 跟我十多年的 我把他派過去 因為我要做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呢 越私越多 是吧 對啊 錢財 財不失得財富啊 請問大家 失人財會得什麼 對喔 這個 這個道理應該是通的 目前還在實驗當中 假如效果不怎麼樣呢 還是要回到根本 根本是什麼 自己的心 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假如 這個還是求不到啊 那要懺悔業障 可能這個心啊 不夠純粹 可能還有夾雜 不然呢 如理如法的求啊 佛事門中 有求必應 其實啊 你有人才 這個都跟福報有關係 量大 福才會大 其實我們的心量不夠大 人才真正來了 也留不住的 方以類聚 物以群分 其實一個領導者啊 真正要努力的 不是去盯 人才 哎呦趕快用什麼方法 把它拉過來 是我們 是我們的涵養 我們現在的整個 工作環境 能不能讓 這個人才在這裡發揮 哎 你真的 做到了 但人才竟然吸引 都過來了 今天你有梧桐樹了 自然可以趕什麼來啊 趕鳳凰來啊 是吧 鳳凰很挑的 只停梧桐樹啊 只停梧桐樹啊 所以什麼都離不開兩個字 趕招 所以今天我們當領導人 假如 抱怨 哎呀 怎麼都沒有人手啊 那這個講的是外行話了 佛法是內學啊 向內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請問有沒有具足 可以獲得人才 應該算 都含在裡面了 但是 得如理如法 求得到啦 好 這個 每一次見面 我再跟大家報告 我這些實驗 進行的如何 再跟大家做報告 好 我們昨天呢 講到這個 坐之君的 第五個部分 好 我們用心呢 感受一下 當領導者 應該有什麼精神 應該有什麼品德 你看第一個 使命感 要有使命感 第二呢 第二呢 要以身作則 第三呢 大公無私 我們隨文入關 把這些特質啊 納在心上 常常 常常可以自我 觀照 那我們就在 君道當中啦 唯君者之道啊 就在 這些精神當中啦 第四呢 集思廣益 感受一下 我們身邊的人的 優點 是不是我們都看得到 都能調動他們的 能力 調動他們的聰明智慧啊 來共襄盛舉 第五呢 知人善任 我們 今天 從第三點 開始談起 事其所以 觀其所遊 察其所安 人焉收齋 人焉收齋 這個收呢 是長的意思 所以就是 當我們能 照著孔子 前面三點 來觀察一個人啊 人 絕對藏不住 他真實的情況啊 可以觀察得到 那第一句 事其所以 我們看是 是看 眼睛看啊 主要是 看到 目前 的情況 他目前所做的事 但是畢竟啊 你看到他目前做的事 比較單方面 所以從 看他當前啊 還要再看什麼 觀其所遊 你看由來 他曾經一路經歷過的事 我覺得啊 我們學佛的人 比較能體會到這個 觀其所遊 大家相不相信 人跟人之間 都有過去生的因緣 你過去生 比方說他是來討你的債 你會不會一開始就很討厭他 你就很討厭他 他就討不到你啦 是吧 他都有業力喔 所以 所以 這個往往啊 不是只有男女 一開始認識啊 有蜜月期喔 很可能 人與人一見面啊 都有過去生的業力喔 哇你會覺得 哇 這個 相見恨晚啊 是吧 哎呀 有人就 第一次見面喔 哎呀 掏心掏肺啊 什麼都跟人家講啦 哎呀 你就不知道他是來討你在的 所以古人有指導我們啦 交遣不可延伸 有沒有道理 很有道理 可是你為什麼會 第一次就 掏心掏肺跟他講 這個都是你跟他過去生有那個 業在啊 結果都講完了 哇 業力獻錢啊 他把你隱私的事到處講 哇把你氣得 火冒三張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自己應對的 分寸 哪裡也沒有好了 你哪裡好了 就沒有後面這些戲啦 所以所有的人 對我們的生命只是一個緣喔 會造成一個惡果的因在哪 在我們自身的心 不能把責任推給他們喔 所以我們現在還對誰很生氣喔 就是佛門的外行人 萬法 因緣所生 他只是一個緣而已 我們善用心啊 所有的緣都是真相緣 哪會障礙我們 哪會讓我們生氣 都是來成就我們的 再唸一遍 再唸一遍 對不起佛陀 所以下一次起煩惱 哎呀阿彌陀佛 哎呀對不起佛陀跟老和尚 不能玩弄佛法 不能消遣佛法 好 精鋼精有一段話 善男子善女人 授此讀誦此經 若為人親見 他授此大臣佛法 喔 你不能說只是授此金鋼精 那個 举一反三 代表你是受此大臣佛经 却遇到人家轻慢你 侮辱你 接下来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情况 先世罪业 我们前世有造罪业 赶召这些业员来了 先世罪业因剁恶道 已经世人亲见顾 先世罪业极为消灭 我们先世过去生的罪业 假如没有消灭 他会怎么样 他会带我们去三恶道报道 罪业报处一定在三恶道 结果因为有人 清见我们 已经世人亲见顾 先世罪业极为消灭 当得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翻作老儿上的话 老儿上说了 他帮我消业障 有没有 老儿上这句话有没有出处 金刚经的教诲 一模一样 先世罪业极为消灭 他帮我消灭 他帮我成佛 当得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老儿上是明理之人 他帮这些人立牌位 他感他的恩德 所以老儿上有一段教诲 叫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我们每一个静中学会 要把老儿上这个法宝 挂在学会的 看哪一个位置 不错可以挂上去 我们每一天到学会服务的时候 一看到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谢斥责你的人 骂你的人 因为他助长你的定会 人家骂你的时候 就训练你 鲁鲁不动 感谢遗弃你的人 因为他教导你 应该自立 他遗弃你了 我们就学自立自强 不要再依赖别人了 感谢半导你的人 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 感谢欺骗你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见识 你惊一世长一世 被骗一次 不要被骗第二次了 好 所以 都是好事 好 孔子这一句 观其所由 这个观 跟 是 是看眼前这个情况 观 你整个观察 那个面就是整个他 人生经历过来 有哪一些事情 观察他是怎么处理的 他是根据什么来处理的 他是根据理智 经教 还是根据自己的习气 想法 看法 处理 都要这么去观察 那这么观察 就比较全面 不会 不会产生 只是一两件事 就对他产生偏见 那你整个他的过程 更了解这个人的想法 他的一些做事的动机是什么 看一个人就比较全面 还要看更深 我们说 你处理一件事 看一个人 要有深度 还要有广度 你看的面要广 看的远 第三句就是深度了 查其所安 这刘毅啊 他的用心 他做了这件事之后 他心情的变化 他的心安不安 比方说 他做了坏事 错事 心很安 好不好 那麻烦啊 他做错事啊 还觉得很得意 还觉得自己有本事 沾沾自喜啊 那这个人会越来越沉沦了 到罪恶里面去了 这个时代哦 是四而非哦 你看去欺骗人家感情啊 他觉得 我很风流 那这个就 比较难救药了 假如他做错事了 可是他十分的内疚 你看 做错事是同样的一个像 可是他的心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他非常自责 那这个人有惭愧心 有善根哦 他做了好事 做好事 他没有因为这样满足 他越做好事啊 越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哦 那这个有善根哦 他做了好事以后啊 他觉得很得意 到处给人家炫耀 那这个叫阿弥陀佛啊 看他的心安在哪里啊 观察就更有深度了 那这样看呢 人就不容易看错 那历史当中 商朝的名相啊 叫伊颖 结果后来商汤去世了 他的孙子太甲 做天子 结果这个太甲 德行 不是很妥当啊 结果 伊颖啊 就把他放逐到同关去 一放逐啊 人名就说了 哦 这个伊颖啊 要篡位了 哦 要把天子位占为己有了 结果后来三年之后 这个太甲改过之心了 伊颖就把太甲接回来了 所以看一个人呢 不能马上判断了 古人留了一句话 盖观论定 好 所以我们 刚刚 这一个故事啊 也提醒我们 我们也有一个习惯啊 要警觉到 不要太早下 很肯定对人的判断 因为他会影响自己哦 甚至于你一判断之后 又到处讲 哎 这个人就是怎样 这个人就是怎样 有可能我们造罪业了 哦 这个口业啊 容易造哦 哎 其实看一个人 有时候看一两年 还不见得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 有了 孔子这些教诲了 应该会比较能看清楚 再来我们看第四句 哇 这个知人善认的句子 很多哦 我们翻到一百八十页 哦 对不起 一百五十七页 为什么他的句子特别多 我们昨天提到了 你只要用对一个人啊 可能这一件事 这个部门就万事OK啦 领导人最重要的权 不是干得死去活来的哦 有时候你越干 你的团体越乱 为什么 你把底下人的工作 都抢去做了 哦 所以越高层的 你最重要的是 带领大家的知见 然后下对决策 一个决策错了 可能让大家一个月两个月的努力啊 都没价值了 不要觉得 我每天干很多事情 我心就安了 要看看你是 你是领导位 还是基层的工作哦 我曾经老和尚啊 给一个 学会的负责人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 老大上说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三军统帅 艾森豪将军 他每天干什么事情呢 每天打高尔夫球 哎哎哎 诸位忍者啊 你听到这个三军总势力 在打高尔夫球 你会怎么想 我 阿贵还没良心 哎怎么没有到第一线去 冲啊冲啊 比方说你一个落曼地登陆 假如是错误的决策 请问要死多少人 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啊 那是盟军 上千万军队在打 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 五千万啊 高尔夫球的目的是什么 他整个身心要放松 他脑子才清除 他忙的事情都喘不过气来 他脑子不灵活的 不冷静的 老师讲给这个道场负责人听 是看到他东忙西忙 管东管西管的底下的人都乱了 应该让整个组织啊 依照他的伦理去运作 好 我们看这个 《燕子春秋》里面讲了 井公问求贤 井公问求取贤财的方法 燕子回答了 通则是其所举 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仕途 亨通时 要看他所推荐的人才如何 他的仕途啊 或者他的发展很顺啊 他就可以发挥啊 可以推荐人啊 你看他推荐的人 都是在培养自己的党羽 还是他都是推荐真正一心未光的人才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他有 他被用了 结果呢 推荐进来了 都是他的清气比较多 但是呢 能力不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失了 穷则是其所不为 当他困穷失忆的时候 但是他还是有节气 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是什么 他不愿意去巴结惨媚啊 负责是其所分 当他富有的时候 看他分享财务的对象是谁 有钱了 要看他钱花到哪里去 一不一样 他很慷慨啊 他很慷慨 都是去打他的人际关系 他要更往上爬 跟他有钱之后 撕给贫穷的人 看似深度不一样哦 贫则是其所不取 贫穷的时候 看他是否 不取不义之财 夫上南静而易退也 这一段也很有道理哦 上就是上等的贤士啊 因为他不贪入味 一心向着道义啊 所以很难于出事 就是很难出来服务 他一定是啊 有民主他才会出来 这个历史当中大家很熟的 刘备三顾茅庐 孔明才出来 这个属于啊 上 上等的贤财 南静 可是容易隐退 只要领导人 他服务一段时间 觉得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他可能就离开了 其次啊 亦进而易退 次等的呢 向着入位 但是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他也没有背弃道义 所以容易出来出事 但是也容易啊 隐退 其下 易静而难退 下等的是 背弃道义啊 但是很贪着入位 他急于要出来出事 但是 很难让他隐退 这一点要注意哦 请神容易 送神难哦 所以用人 确实也要胜于死 不然啊 人事问题处理起来 是最伤神的 当你在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啊 还得要吃镇定剂的时候啊 要经一世长一致 自己还是用人太激动了 还是冷静 记得下一次要用人前 请翻群书制药中 修起日评的智慧 这个书就是智慧 就是理智 所以 以此 数物者 取人 岂可乎 数物就是这几件事 就是用这样的 标准呢 去考核 选拔人才 应该可以达到 选贤 举人的目的了 所以古书要不要读啊 因为我们人生还没体悟到这些点 一看书一接受 我们就增长智慧了 一八一 这也是观察人的重点 古书上说了 不吃其子 你不了解某一个人 是其有 看看他的朋友 因为赶招嘛 方以类聚物以情分 爱打麻将的人啊 就赶那个麻将有嘛 喜欢喝酒的 就敢酒友嘛 喜欢念佛的人 会不会敢 喜欢打麻将的人来 那不相应了 所以 不吃其子 是其有 这样啊 你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了 过去生的冤亲在主 在你面前了 你就不容易激动了 是吧 哦 所以 五轮关系当中 都有冤亲在主 会在你的面前 可是你是理智的 你就把二元 转成法元 这个才是关键哦 学佛就是要转念 你面转 静就转啊 好 大家感受一下 比方说我跟这些年轻人讲了 今天你面对一个 过去生跟你有感情在的因缘 你假如不理智 你这个元开了 你没有转成法元 一开了要还多久 你们没有经验 你们都是良元 诶 那个一开 四十 五十 六十 我们也有见过那个七十岁哦 夫妻剑拔怒章的都有啊 那种离婚的都有啊 还转不过来了 可是这个元假如胜于死 大家感受感受啊 你胜于死 这个元就没有发展 差多少啊 差太多了 你这个冤青的元 转成法元了 没有跟他 同一个屋檐下 是跟他同一个 尽忠学会 是吧 可是你感到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元 因为可能你有善缘恶缘 同时在你的面前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恶缘 念佛堂建 好缘呢 主佛化家庭 差别就很大了 好 不知其君 是其左右 你不了解这个君主啊 你看看他左右用的人 就看得出来了 好 我们随着每一句啊 现在感受感受 看人难不难 看人就怕太激动了 看不准啊 你脚都慢慢慢慢 慢慢 有这些教诲了 不是太难 你看这一个领导人 他身边呢 用的三五个人 最近的都是什么 才来一个月 两个月的 你就要 Be careful 要小心了 他留不住人 假如他一出来呢 这个跟他十五年了 另外一个跟他二十年了 哎呦 这个人靠谱啊 是吧 他才留得住那么久的人呢 当然他留住的是人才 不是 好 还是看全面 你不能又执着在十五年二十年 用的都是酒肉饭头 那不行 有些人 他看起来 还有 呈现一些 赚到的钱 不代表有智慧 有些人赚到钱 是他的福报很大 可是他本来可以赚一亿的 但是他没有智慧 其实他才赚了三千万 可是你一看 哇三千万 那你就不会看事情了 好 那有一些人是 命中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他修来的 那更可贵了 你看老儿上命中 没有观影 四十五岁 整个命运转过来 这个也创历史记录 很少听过 寿命翻一倍超过的 这个老儿上做到了 大家一听 看法不容易顺经典 来我们用经典来思考一下 好 老和尚假如是佛菩萨再来 请问 他会不会说 来我表演一下 表演完告诉他们 嘿嘿你做不到 会不会这么表演 老和尚说 那这佛菩萨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 做完之后说 你做不到 我老和尚讲这段法语 我印象很深 因为这一段话听进去了 哦佛菩萨表演的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这个态度一建立起来 你听经也好 读经也好 就是想着怎么做到 不会想做不到 哇这管你一建立啊 态度就不一样了 老和尚还引了 任言经 任言经说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佛菩萨再来 他没有起心动念啊 他是硬众生的鸡啦 那哪有说硬众生的鸡 结果做出来 众生都做不到 那怎么叫硬众生的鸡啊 所以老和尚 硬我们的鸡 表演给我们看的 我们都是做得到的 我们的心态 错了 就形成障碍哦 心态对了 就有大的受用了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啊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也很有味道 孔子曰 众浩之必查焉 众物之必查焉 这个句子啊 在论语当中有 那这个是潜夫论 这一部书啊 引过来了 众人都喜欢他 你就不能马上判断 他是好人哦 要仔细考察详情 众人都很讨厌他 那还是要仔细考察哦 老和尚回答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说 都不得罪人啊 该说又没说啊 会学成什么 相怨 相怨就是 大是大非面前啊 他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 那个就有惨媚人 都要别人觉得 哦 这个人很好哦 一个团体里 假如没有人敢出来说公道话 那这团体会很压抑哦 然后会归去来袭 是吧 觉得这个没有公义啦 那真正公正无私的人 他就退了 所以该讲话的时候 要出来讲哦 故圣人之施舍也 不必认重 圣人对人才的取舍啊 不一定都听取大众之言 亦不必专己 也不一定要坚持己见 必查笔己之位 而 这个舵之以意 而是一定考察这个人的作为 刚刚我们说 事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然后啊 以道义来衡量 他的出发点 做法 跟义 道义相不相应 做事的一个核心点在义 能这样的话呢 那 故举无遗失 举拔贤财 没有遗漏 而公无废面 这个 办的政治 正事呢 不会败坏上亡 为什么 这一个人 人家都喜欢他 你还是要观察 他有可能 很会拉拢人心 可是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 为什么这个人 人家都讨厌他 你要注意 因为他触动了 大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一个清官到一个地方上任 所有贪官都怎么样 要把他弄掉 都讲他的坏话 所以燕子 这个燕子 我们刚刚第一句就是燕子 燕子去当一个地方官 结果当了三年 整个朝廷都骂他 结果 这个旗警公把他叫回来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干得这么烂 这个燕子说 好 那你再给我个机会 我回去干 干一段时间 整个朝廷都说他好 这个旗警公又把他找回来了 哇 怎么现在大家都说你好 燕子说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些贪官污吏啊 地方豪强啊 欺负百姓啊 我通通办他们的罪 他们有关系又有钱 通通搞到朝廷来批判我了 结果你说我干得很烂哦 我再回来了 通通放他们 他们想怎么搞怎么搞 通通都说我好啊 众物之必查烟 众浩之必查烟 好 我们再看第五点 必有容得乃大 你看一个人才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 度量 他常常就忍不住要骂个人 批评个人 这度量不够 必有忍是乃气 他能忍入 事情才能够发展 有时候你发一个大脾气啊 你前面铺垫的圆啊 可能就很难进行了 古人又说 德不广 不能使人来 你的 度量不广啊 很难感召人来 量不红 不能使人安 这个 度量 气量 宏大 小鼻子小眼睛啊 很爱计较啊 那你底下的人 心很不安定 我们这个领导啊 今天不知道 还要把我母队一出的啊 这度量小啊 计较来计较去 底下的气氛很紧张啊 好 所以要让人心安定啊 领导者的 这个德行气量还是很重要 第六 这个是另外 历史当中啊 对人的判断 我要补一句 正直 中和 为之德 一般的人 对德跟财 有时候分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前面这一句 正直 中和 公正 很真诚 直率 很适 走中道 不会很偏激 处事很和睦 柔和 这是德 冲查强意 为之财 聪明 观察力 很敏锐 不要误以为是德哦 强 做事很有魅力哦 异 做事也很有毅力哦 这都属于财 所以 德胜财 为之君子 假如他的财胜过德呢 为之小人 用人当中啊 德财都具备啊 为之胜人 财 德胜过财是君子 财胜过德是小人 德财都没有是愚人 没有胜人君子可以用啊 宁可用愚人 不可用小人 所以这个 司马光先生 这个自治通鉴 从战国时代开始写 三家分镜 这个 韩兆卫啊 把镜国 分成三国 的一个故事啊 就点出了这个 道理出来了 总结 一个大的家族 跟啊 一个国家为什么会灭呢 因为用了财胜德的 子孙 或者大臣 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好 那第七 这个我们有讲过了 子曰 如有周公之财之美 使交且令 其余不足观也已 所以用人不能用骄傲 吝啬的人 再来领导者 最后一个是纳贱 那我们就不翻书了 我们就顺着看 也不是太难 这个书里面都有 大家回去可以查 孔子曰 药酒苦于口 而利于病 忠言逆于耳 而利于行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逆耳 利于行 汤尾饿饿而仓 商汤跟五王 怎么兴盛的 他的朝廷里面 这些大臣都敢讲职言 指出天子的过失 这是恶恶 所以昌盛 节奏以巍巍而亡 下节商座 这个都是亡国之君 他朝廷之上 没有人敢讲话 就亡掉了 好 第二句 国之所以治也 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治理好 君明 领导人是明白人 其所以乱者 君暗也 为君的人看不清楚了 没有智慧了 领导者 为君者 之所以能够是明白的 为什么呢 监听也 他没有只听一个人的 你看那个朝代要灭了 像唐朝 就用了那个李灵府 做宰相 都听他的 他又自私自利 就完蛋了 所以按 君主为什么看不清楚 因为他偏信一个人 他就不能看到真实的状况了 事故啊 人均通 必监听 多方 听取意见 了解客观状况 不然 该罚的你反而赏 该赏的你反而罚了 那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德日广义啊 庸说偏信 则于日甚矣 都偏听偏信啊 这个领导人就越来越愚痴了 好 我们接下来是坐之轻 坐之轻的精神 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不难感觉 父母是什么 对待我们的 来 第一个 爱护 这个爱护被治 这个群书制药中 有说到了 第一 善为国者 玉名 玉是同龄 治理人名 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慈弟也 那我们现在是领导啊 我们爱我们的下属 也是用这样的心境 见之饥寒 则为之哀 见之劳苦 则为之悲 看到他饿了啦 受寒了啦 很替他哀名 当然进一步 想方设法 去救他 去解决他的困难 看他太辛劳了 也为他悲鸣 好 这个是爱护 而且还有一个词啊 叫爱乌及乌 你爱护这个员工啊 你会不会关心到他的婚姻 会不会关心到他的下一代 会不会关心他家里的老人 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 比方在团体里面工作啊 有时候 跟下属一见面 来来来 赶快坐下 好多事啊 来来来 跟先见面 你妈妈身体好一些了吧 孩子上一次这个感冒好了没有啊 请问大家 你先关心啊 接下来办事的感觉怎么样 暖暖的 是吧 你一看到他 就是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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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整个氛围啊 气氛不一样啊 当然那个关心人是真的啊 不是 今天学到陈德法师的话术 我这么一用 他们就得要老老实实帮我干活 这样的心态不对哦 真诚的 发自内心的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男士 跑来跟我说的 他说你不是说 好话一句 坐牛坐马都愿意吗 我回去 我太太在厨房里面煮饭 我头伸出来 太太你辛苦了 太太说 知道辛苦还不过来帮忙 所以他是拿来当化妆 他假如太太你辛苦了 是发自内心讲出来的 那太太说赶快来帮忙 他也欢欢喜喜来帮忙了吧 所以听法哦 心态错了哦 这个法会变毒药哦 会变锁之杖哦 所以法器法器哦 我们的态度对了 那个法进来 我们才接得很正确哦 也会用得很正确哦 第二个特质 当父母的人 对孩子高度信任 你们有没有见过 哪一个孩子走路啊 他一岁左右 开始走路了 一走就成功了 你有见过这样的人 请举手 我看只有佛陀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其他的都是业力来了 不大可能 那请问 我们为什么会走路啊 爸爸妈妈鼓励我们 多少吃啊 这是高度信任 所以这个信 在修行是很重要哦 在带团体也是很核心哦 你看子供问证 这个子供啊 很会问问题哦 大家一读论语 一读到子供问的问题 都要重视哦 子曰 孔子回答他半政治啊 竹石让老百姓吃得上饭 竹兵国防力量 让其他国家不敢来侵犯 民信之以人民的信任 你看他问的多好 子供说了 必不得已而去 实在不得已啊 于是三者何先 这三个要先去哪一个 越野去兵 大家现在啊 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 要转换成我们现在的 一种环境背景 你不转换过来 就觉得这句话跟我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管军队 我也不管粮食 老百姓吃跟我没有关系 你看你一个道场里面 什么是竹石 供养啊 什么是竹兵 哇 你人手很多啊 马撞兵墙 看到我这么苗条 也要送一点来 还有团体对我们的信任 这一样哦 所以大家都要会转换背景哦 那你每一句经文你就会用啊 只供接着问啊 必不得已而去啊 那只剩两个咯 于是二者何先 孔子回答去实 没实物 也在所不起 为什么呢 自古皆有始 人难免一死 可是只要没有人民的信任啊 这个国家 可能 下一秒钟就垮了 可能明天就不存在了 我们曾经看过东汉呢 有一个将军 这个在四字剑略里面都有啊 结果他被匈奴大军呢 几万人团团围住 守了几个月 他们才好像才两三百人呢 你说这个怎么守啊 守到什么程度呢 喝那个马大便出来啊 把那个大便啊 扭干啊 喝那个水 凶如君就打他 打不下来 吃什么 皮带拿起来啊 咬啊 饿到这种程度啊 所以你看历史给我们启示哦 哇 好像诗经说 恶人同心 齐力断经啊 彼此的信任很高 其实这个信任只要稍有变化 什么东西会出现啊 谗言就进来了 挑拨离间就进来了 所以长老 陈会长 以后你们听到 说陈德法是怎么样 拜托一下 当面跟我check一下 不然这个话在传 传两个三个 那个都变味道去了 甚至于我最近听到 我根本没讲这个话 都已经传到 他们的团体都传 传遍了 那我只能觉得消我的业障 对啊 所以这个禅言圣默听啊 听之祸央节啊 你一个家庭里听禅言啊 夫妻父子啊 关系都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信啊 很重要 第三 不离不弃 父母对我们不离不弃 我们影的是阿弥陀佛 黄金碧昼夜长垂 为虚行人独尾 白玉毫古经不昧 全凭愿者承担 便就今朝臣佛去 乐邦化主以贤持 好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义子 这个都让我们去体会 第四呢 父母的心是不求回报 好 周公的儿子 伯秦啊 要去做鲁国的国君 这个周公交代他的 君子 不施其轻 就是不要疏远自己的轻人 亲戚啊 不使大臣怨呼不已 这个大臣就是可能已经 跟着二十年三十年了 哪怕他现在的才能 不足以堪大任了 也不要让他 抱怨 还是念着他以前的贡献 这就很念旧 顾旧无大过 老朋友没有大过失啊 不要遗弃他 无求备于一人 对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 人无完人 要看他的优点 用他的优点 记他的好 不要看他的缺点 不要把他做错的事 一直放在心上 这样就会形成隔阂了 其实啊 当父母的要对孩子 不求回报啊 那就没有 要求的心了 我跟你讲那么多次了 你还这样 那会不会因为讲很多事 产生一种控制要求 这念头很容易起来哦 所以老阿商为什么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就是放下要求了 我们提醒了 提醒完 没有放在心上 心还是清静 提醒了 一直放心上 你的语气会越来越 有情绪哦 最后到第五次第六次怎么样 火山爆发 痛痛快快 骂他一顿 明天他就没来上班了 好第三呢 作之师 当老师啊 沉传道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 孔子 匹夫之仁耳 孔子也是一介平民啊 以乐道正身 不屑之故 乐在学圣贤之道 而且都是修正自己的 得恨 正身 从不懈怠 孔子学习是 学而不厌 又毁人不见 所以四海之内 天下之君 威孔子之言 无所择中 就是这个威就是没有了 没有孔子的教诲啊 不知道怎么去 判断事去办事了 你看择中就是 什么事要判断 要寻中道 以孔子的教诲为标准 来办事情 来治国 天不生众里 万古如长叶 那 沉传道统的榜样 就是孔子 我们当老师的 跟孔子是同行 要效法他 第三 自如源泉 智慧呢 像源头的火水 那个泉水涌出来 才变成一条河流嘛 行可以为表移者 他行为可以做表率 代表老师 不是谁都可以当老师哦 要重视提升自己的智慧 对跟品德 品性 才比较能为人识表哦 好 结果这些句子我看完了 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哦 所以 人家信任我啊 一起跟着老上学习啊 自己离这个老师的标准 还很有距离啊 还跟着老和尚 而且觉得啊 自己假如起了念头 我可以是老师了 怕自己又好为人师了 其实 当我们自己学得还不够的时候啊 一起我是老师的念头啊 可能慢心会跟着起来 哦 我们要注意哦 我慢高山呢 法水不入 哦 哦 哦 所以 这个常居学位啊 可能在我们菩提道上是很重要 哦 哈 我们 我 里面 无法 诚 在 哪 哪 我们是还没学佛以前的这个言行习惯强 还是佛号强 还是经教强 那这个就要自己去判断了 假如我们还是以前的习惯比较强 那我们还要好好学习 怎么都可以感觉到 我是老师了 我都可以教你们了 这样就很容易一直往外看 一直往外看 往内反省就越来越弱了 我也有见过教学的人 面对学生一张口 嘴巴停不下来 学生的脸都低着头 根本就停不下去了 他也止不住 当老师当到这样 very dangerous 他的执着点出来了 看不到 比方说 陈德自己感受比较深的 我刚好英元到英国汉学院服务 我面对的学生 读传统文化 学传统文化 全部比我早 有的五六岁开始开始学的 胎教的慢慢出现了 我再撑几年 这些从胎教开始的都长大了 有的最起码也从十来岁开始学了 基缘比我好 有很多人格特质 比我们好 性格比我柔和 比我圆融啊 假如我一住在我的老师位 那我可能会堕落 看不到学生比我好的地方 那我就变成很傲为人是在教人 所以我们这两三天都在探讨啊 不能出现执着点 一出现执着点 自己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 真心是什么状态 因无所住 没有 住就是执着了 没有出现执着点 而生其心 金刚经说的 若心有住 我们有执着点 即是非住 就是我们就没有住在真心了 好为人师的时候 就感觉一种 这种傲慢的气息 就会出来了 那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 大家有没有用心观察老儿上教学 老儿上说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现在跟大家探讨这个讲学啊 重不重要 你们是领导耶 你们要用这些讲课的老师哦 怎么培养讲课的老师 在老和尚的经教里面都有耶 尤其有一篇教诲啊 一定要深入 就是老和尚谈他跟李秉兰老师学习十年 就是老和尚谈他跟李秉兰老师学习十年 就是老和尚谈他跟李秉兰老师 是十年因缘 还是我的问题哦 哎 我没有到你们协会去强调这一点哦 我这个为诸树类做不请之有啊 做得太不够了啊 所以哪天你在你们净庄学会看到我 不要吓一跳 这个太重要了啊 我们当护法怎么培养红法人才 我们要清楚哦 你看老和尚讲的 他上台啊 台下都是奸学啊 只有他是学生 我来给大家做报告 所以不知道 承得这两三天的报告 大家觉得 还有一点收获吗 这个好像带有一点 勉强别人啊 一定要 不能对人有控制要求 老和尚他的特质就很迁退 所以这些话 互念后世这两三代啊 不是从小学的 我们这些弟子啊 这些话呢 我们没有摆在心上啊 这个红法的路啊 是一条险道 尤其你面对更多的大众啊 那个鲜花掌声 柴色名利一来啊 古来征战 几人回啊 那个境界不简单 我是很有经验 我已经不知道晃了无数次了 幸好没有晃倒 可能晃得快倒的时候 刚好长老就出来了 刚好佛菩萨 借有一些事啊 就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我现在应该还可以用年轻人这个词吧 快要不能用了 刚出来的时候用的 所以岁月不老人 四日已过 命亦水减 现在不是啦 四年已过啊 你看2024年 又过了快四个月了 好 我们珍惜命光 沉传道统之外呢 第二呢 重视引导与启发 这个对教学很重要哦 你用灌输的 一直讲啊 不只可能对学生没帮助啊 把他的雾门给堵住了 这个我有仔细观察哦 当我们在引导 一个孩子的时候啊 你看他的眼睛很难领悟事情 这是一个果项 一去深入了解 很可能是他的父母 都是一直灌输他 哇 那个经教一讲啊 就停不下来 或者他的老师 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不能好心办了坏事哦 要用对方法哦 在四书当中啊 很多 夫子跟 学生的对话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子章问 是何如是可谓之达矣啊 是是读书人 怎样可以称为通达了呢 孔子说了 子曰何哉 而所谓达者 那你觉得什么是答呢 反问学生 这样学生会 讲出他内心的想法 有时候你不问他 你答半天 都没有应他内心的想法 那不是白讲了吗 所以有时候 一个教学者 一个领导者 也要学会多倾听 你了解的越多啊 你可能那个 给他的引导 就越弃他的机 子章就说出了 自己的看法了 子章对约啊 再帮 帮是国家 再帮必闻 再家 这个家是指一个家族啊 以前家族的几百人 或者 这个叫王家村 李家村 那整个村 都是他们家族的人 这个叫再家必闻 他这么一回答 孔子说 你说的是闻 就是很有名气 是闻也 非达也 真正的通达呢 是什么呢 执执 这两个字啊 望尽还原观 有出现哦 这个 《维摩节经》也说 执行是道场 无需甲骨 所以这个执 就是很正直 没有 很真诚 没有应付 没有虚位 然后 执执 然后又好意 非常重道义 有情义 有恩义 察言而观色 大家现在一听 察言观色 这个词是 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这个词本来是正面的 察言观色就是 很体恤人心的状况 你很仔细观察 他的情况 你才好去护念 爱护他 这个是仁慈 律以下人 我们说的这个察言观色 就是你随时可以观察到 他的需要 进一步还观察到 他家庭的需要 团体的需要 律以下人 这个下人就是很谦虚 我们 法华经有一尊菩萨叫 常不亲菩萨 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 你有佛性 你一定可以成佛 老阿上说 理是什么 自卑而 尊人 那个自卑就是 自己能屈下来 那这样的人才是 在帮必达 在家必达 他这样才能通达圣贤教育 好 敷文言者 很有名气的人是什么情况呢 摄取人 这个摄就是他自己的外在的言行 他都想去模仿 好像自己很仁慈 但是他只是向上 但是他事实上内心跟仁慈是不相应的 行为 居之不移 可是他又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德行 很仁慈 等于是说他做出来的那种 他去做好事 都是做给人家看的 那做给人家看 一般的人看不出来 都觉得 大好人 所以他当然在帮必闻 在家必闻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于敬义公 你看他 人家放生 他也跟着放生 在路上 一看到有字子 蹲下来 捡起来 人家都竖大拇指 结果47岁穷困潦倒 后来除夕业 遇到造神也 跟他说 你都 这个义恶太重 你的意念 都不善 专物虚名 你做的那些看起来是善事 都是做给人家看的 你说你去放生 为什么你家还吃螃蟹 而且没有一次放生 是你发起的 都是别人发起 你就才跟着去的 那个字子 你都是有人看到的时候捡起来 你自己在家里面带学生 那个字子都乱贴了 所以很有 在帮必闻 在家不闻 结果自己被自己给卖掉了 好 第三 机会教育 当其渴之未死 叫吉思法 我们要坐之 师 我们所有领导人 也要学一篇文章 礼记学记 这句 这篇文章有一句 我们一定很熟 因为老和尚常说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还有一句 大家也很熟 叫教学 相 掌 都是这里面的 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那 就知道我们怎么做之师 你看 静于未发 这是预防法 你带下属 也要静于未发 他养成不对的态度的时候 你要再来调整 不好调整 不灵结而失之 你带一个人要循序渐进 也不能超过急 人成长也是 慢慢提升的 不是一下一处可及的 相关而善之为谋 互相观谋 团体里 好的榜样 大家互相观谋 看第二 子贡 方人 批评人 孔子抓住这个机会 段木赤啊 你很贤德了吗 怎么有那么多时间批评人 我责不暇 我没有闲暇的时间 三军的时候 你会带着谁呢 孔子马上抓住这个机会 空手打老虎抱虎 然后空手过大河 不坐船的人 死而无悔者 我不跟这样的人 无不渝也 也是提醒他 不能 匹夫之勇 好 后面有两个例子 你看 唐太宗也要懂得教孩子 所以我们带孩子 带下属啊 我们肚子里面 也要有墨水 要多准备一些故事 会一些辟语 是吧 突然看到哪一个情境 情境了 齐智洪生 辟如巨海 这个就是辟语了 齐心洁白 犹如雪山 人辱如地 一切平等 这都是辟语 无量寿经 不能只是读 拿出来用 这是你跟你团队的 共通语言 太宗 你看一天当中 吃饭可以引导孩子 孩子骑马可以引导 孩子坐船 他也会引导 看到树了 他也会引导 他怎么当国君啊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哇 那你 你帮助你底下的人 帮助他们 六成都在说法 下一个是企业 丰田企业 成功的 例子 员工出错 他也是 不指责 他随缘妙用 抓住这个机会 让员工终身难忘 领导者也是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是不是我还没有教到他 教了是不是 教的他还不够了解 都去找不足的地方 好 那这个 课程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